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來開箱肉粽 一共有三款 這是第一種 這個是第二種 再來是這一個 那這三款的話我都沒有吃過 不過我最感興趣的是開動的這個燒肉丼飯的肉粽 包裝看起來蠻厲害的 第二個有興趣的是珍珠壽喜燒肉粽 這一個的話是楊家明跟胡同合作的田粽 這邊有六顆 這一盒的話四顆 這個也是四顆 現在就來開開看 189克 169克 這是70克 68.3 差不多應該都算70克吧 這個不用蒸 使用方式是解凍後即可食用 請細膠慢驗 以免噎到 這個要隔水加熱蒸 30-40分鐘 它也是要蒸30-40分鐘 蒸粽子的時間我剛剛研究了一下三個肉粽的熱量 燒肉粽451大卡 珍珠壽喜燒這個419大卡 一顆是154大卡跟172大卡 其實這些熱量都比我預期中的少一點點 一般肉粽可能有600卡 潮州粽的話可能有到上千 400多卡的話感覺比較和蔼 田粽已經解凍了 來吃吃看這兩個口味 到底如何 它剖面是長這樣子 還不錯耶 它外層這個黑糖味道很重 口感QQ的 類似麻糬 但它又不是麻糬 QQ黏黏的 一點點黏黏的 然後內餡的話 有一點點的鹹度 焦糖的香味沒有到非常的重 也是蠻微的 整體的口感是還不錯 嗯 我覺得味道不錯 鹹度跟甜度還OK 然後就稍微 鹹了一點點 口感蠻適中的 我自己喜歡 再來看一下另外一顆 嗚 欸這一顆說不定比較好吃耶 檸檬柚子冰粽 本尊長這樣 我們來切開看看 透透亮亮的 來試試看 喔這個有重喔 檸檬的味道很明確 柚子在 後半段的味道才會出來 甜度我覺得蠻剛好的耶 它不會太甜 那可能是因為有酸吧 所以它吃起來不會覺得 膩 這外面的口感跟剛剛那個差不多 它少了黑糖的味道 檸檬跟柚子的味道很清楚 這外皮比較像是 需要咬的果凍 這個我蠻喜歡的 這個的話就喜歡吃 甜一點口味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以 可以配茶 烏龍茶 口味重一點的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 試試看粽子 開動燒肉粽 來試試看這個先 看好不好吃 這花生有大顆耶 滿大顆的 香氣還不錯 飯的口感也不錯 軟硬算滿適中的 它不會爛爛的 然後我把它拆開來 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燒肉 然後一個香菇跟 蛋黃 鹹鴨蛋 這跟我原先預想的燒肉的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我本來以為它降色會很 本尊好像還好 它沒有想像中的油 降味也沒有很重 它雖然不油 但是稍微有一點點的柴 一點點可以接受的範圍 糯米的Q度跟軟弱的程度 個人滿喜歡的 整體配起來味道還不錯 可以耶 它的油脂感 滿好的耶 它是鬆鬆的 香氣很足 這個我覺得很不錯 香菇吃吃看 香菇的味道沒有到很明顯 但是它還是有香菇的香氣 栗質也不錯 甜度有 先到這邊 我們現在來配秘密武器 吃完了 不自覺的吃下451大卡 My God 快胖喔 來看看另外一顆肉粽 其實這個 顏色比較符合我的期待 就是肉粽應該有的色澤 看一下 比較深一點 醬香味應該會比較明顯 聞起來還好 這樣打開之後就有了 醬香味 這個肉粽的 糯米跟 剛剛吃的這個 開凍 口感不一樣耶 除了 軟之外還有帶Q 而且Q的感覺滿明顯的喔 然後黏性也比 開凍的黏 咬的時候它有一個干貝的香味 還有鮮甜味 香氣我是喜歡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 有栗子 有干貝 干貝還不少顆喔 蛋黃 豬五花 還有香菇 這個豬五花的味道跟剛剛那個 差多少 這個豬五花 比較接近我想像中的那個樣子 油脂感 然後瘦肉的地方不會太乾 香味也不錯 這個豬肉片我比較喜歡 它的干貝是算好吃的干貝 看一下它的鹹蛋黃 這也不錯耶 油脂多濕潤的那一種 配飲料很不錯 香氣很好 加個冬犬試試看 這全部一起吃的時候 口感上的滿足程度是比較高的 然後味道的話它的醬香味 明顯一些 如果你是喜歡吃 乳過的 醬香的味道的話 這個會比 剛剛那一顆 來的明顯 我個人的話 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這個味道 跟口感 雖然說它的 豬五花 沒有這個的 那麼好吃 但是它的糯米我沒有那麼喜歡啦 所以 這個很難選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豬五花比較好吃 然後干貝也不錯 它不會太乾也不會太硬 可惜糯米不是我喜歡的 那個Q感跟黏感我 個人不愛 總結一下 這個我比較喜歡 這是第一名 這 當然就是第二名囉 甜的可以不要排在這裡面 因為它 我覺得它們不同屬性 那喜歡吃甜點的話 我覺得它的 檸檬柚子冰粽 味道是好的 然後焦糖海鹽 黑糖很香 熱量沒有到很高 所以 如果 你不想吃鹹的 你可以試試看甜的 私心推薦是這個 如果你喜歡吃醬香味 也吃膩了 就只有豬肉 那你可以來一點海鮮 以上就是 今天的開箱 希望你們喜歡 那下一次有 比較特別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掰掰